最爱谢霆锋的不是王妃,不是张柏芝,而是木暮陪在她身边21年的她。可惜她却没正眼看过她一眼。 最爱谢霆锋的不是王妃,不是张柏芝,而是木暮陪在她身边21年的她。可惜她却没正眼看过她一眼。 在香港娱乐圈里,有一个经纪人为人工作10年而休息不超过20天的经纪人,她就是英皇王牌经纪人,霍问希。 她一手捧红谢霆锋,TWINS,陈伟霆和荣祖儿等多位大派明星。 说来别巧,谢霆锋的第一个经纪人是霍问希,而霍问希带的第一个艺人是谢霆锋。 从谢霆锋16岁正式出道来算,霍问希已经陪伴谢霆锋有了21年了。 这恐怕是谢霆锋的母亲都没有办法可以做到的,更不用说张柏芝和王妃了。 可以说是霍问希看着谢霆锋一步步从一个青涩叛逆的少年,慢慢地成为了一个天王巨星,无数粉丝的偶像。 在谢霆锋与张柏芝离婚的时候,霍问希陪她走出阴影,陪她做出她喜欢的12岛风味。 霍问希在谢霆锋的心目中,恐怕早就脱离了艺人与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吧。 谢霆锋看待霍问希应该是像看待姐姐一样,而霍问希看谢霆锋,应该也是将她看出了弟弟。 在娱乐圈很少看到有一人为经纪人过生日的,但是谢霆锋,阿萨,阿娇却一起为霍问希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,可见霍问希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早就不是经纪人了,更像是有一种亲情在里面。 毕竟霍问希与谢霆锋相处了这么多年,肯定姐弟情深。 同时霍问希也是一个单亲妈妈,至于孩子的父亲是谁?霍问希也没有透露过,这其中肯定有她的眼情,我们也无需霍问去打扰她的生活。 毕竟担心妈妈都是值得敬佩的,一个人抚养孩子,还要兼顾工作真的非常不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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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